本栏目由知名国际特约播出 欢迎收看聚焦移民访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Sara 那最近看到一个数据 说2020年海归求职人数猛增了67.3% 疫情导致了很多的留学生回流 海归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本科学历已经逐渐在国内的求职市场中 失去了竞争力 所以现在很多的留学生都不满足于只读一个本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申请研究生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知名国际负责人Sophie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再次见面 欢迎Sophie 现在加拿大很多的留学生毕业之后 都会选择继续读研究生 除了文凭的成色比本科生更高一些之外 读研究生还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来说 加拿大的研究生在中国国内 没有美国澳洲英国那么出名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研究生相关的移民项目非常多 每个省份都突出了应届研究生留下来的移民项目 所以在国内的朋友会有一种错觉 加拿大只有本科生没有研究生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非常便捷的移民项目 作为一个移民大国留住优秀人才 加拿大的政府确实是不一余力 明白了 也就是说在加拿大读研究生 今后移民的机会更多也更方便 那现在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国内申请研究生 一种就是在加拿大读完本科继续读研究生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其实学校的要求来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关于推荐信的差别 大部分加拿大的应届毕业生 都会由教授来准备这个推荐信 但是国内的学生这方面确实比较吃亏的 另外申请方面 加拿大的本科生是不需要提供英文成绩的 也就是在加拿大本科毕业的学历 亚斯托弗就不需要再提供了 这也帮助加拿大本地学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那看来还是在加拿大连着上本科研究生更有优势 对了Sofia很多的学生都非常的关心 哪些学校相对好申请 还有哪些专业毕业后好找工作呢 首先我一定要强调 北美的研究生是世界上最难申请要求最高的 相对于英国有预客来说 加拿大的研究生一般是不提供语言过度学习 和前置个程补充的 那和分数要求比较低的澳洲比起来 本科的成绩要求就很高 需要G点不低于3.0 那看来加拿大申请研究生的门槛还是蛮高的 没错 所以如果说好申请 我觉得这方面加拿大的研究生确实不占优势 但这种择优录取的先决条件决定了加拿大研究生高质量 对以后的就业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另外说到专业 其实所有研究生的专业在求职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慢慢开始从海外的本科学历向研究生学历过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学生普遍比较感性的专业有数据科学 教育学 工商管理硕士等等 介绍的非常清楚 感谢Sophie 那申请加拿大的研究生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有什么样的手续吗 申请加拿大的研究生除非一些高分保送的同学 大部分还是会找中介来帮助准备的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需要同学们去甄别的 国内有很多的研究生方案都是千篇一律 并且文案都是整套包装 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天差地别 那文案千篇一律啊 整套包装这不是糊弄学生吗 再说这样也很容易被发现弄虚作假的问题 是这样的 这和加拿大本地的申请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人的个人简历是展现每个学生的特长和闪光点的 这也就是除了成绩推荐信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个过程决定了学生是不是能申请到新一的大学 所以在选择帮助的时候 一定要更多的亲力亲为参与意见 全程跟踪 那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去做 对了 苏菲 你们知名国际做留学移民这一幅画也很多年了 那过去这些年啊 加拿大申请研究生的人数呢 有哪些变化呢 录取率怎么样呢 随着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 从2000年左右 本科生非常热门的时代 已经转换到了需要名牌大学的研究毕业生的需求上来了 中国的大企业大机构 都是更青睐有研究生文凭的海外学子 的确是这样 最近这两年啊 不少的朋友的孩子回留 都是加拿大本科毕业 回去啊 其实根本都找不到工作 是的 这也是越多越多的人选择读研究生的重要原因 但现实还是很严峻的 加拿大的研究生录取率 整体来说只有本科生的10%到15%之间 一定要非常优秀才能考取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这和美国 英国 澳洲 遍地研究生项目比起来就很大的劣势 本身录取的数量少 加上返回中国的数量少 导致了加拿大的研究生在中国名不见经传 但是呢 随着更多的申请人注意到加拿大的这个优势 即使是万人过独木桥 也是每一年的研究生的申请量都在逐年的增加 嗯 是的 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 更难的路 也得闯啊 那作为专业的留学 移民机构在学生申请加拿大留学方面 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吗 呃 那我们本身都是在加拿大有留学背景的 并且熟知移民方面的政策和导向 这对于帮助申请人 确定专业学校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同时呢 在加拿大读研究生 专业和学校同样重要 要长线的远期规划 才会对整体的申请有帮助 非常感谢Sophie 介绍的非常详细啊 把申请加拿大研究生的前世今生啊 解释的明明白白 对想申请加拿大留学生的学子们来说呢 也是一份非常实用的参考书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想进一步的咨询和探讨 申请留学相关的问题 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致民国际的专业顾问将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guru 小说 谢谢大家